在高雄有家长控诉说自己一个月花了一万六千多元请保姆 没想到保姆竟然带着两岁的宝贝女儿去减时破烂回收 从今年三月份到现在就发生过三次 而且呢被疑似不当照顾的幼童还不止一位 这名保姆甚至还疑似独自留幼童在家 让不少的家长气到想要毁约 社会局也介入调查 要是违反了儿少法将开罚最高一万五千元 戴羽夫帽手推推车 在这大包小包还带着一对双胞胎 但妇人好忙完全顾不了 双胞胎被放任在后面走自己的 这一幕看了民众都觉得担心 这样的情形还不止一次 同一名妇人左手大包小包右手牵着红衣小女童 看来让小朋友走外侧 这一幕物被直击拍下 幼童的家长们实在气炸 先是上网po文 抛击生殖保姆却几乎每天都带女儿去捡破烂回收 甚至还曾经独留两岁女儿在家 气炸不忍了 当事家长直接出面控诉 你没有看见他往外冲撞下去就什么都没有 只是希望说他应该要受到相关的惩罚 这情形从今年三月开始将近半年时间就发生过三次 被疑似不当照顾的幼童还不止一个 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 他有时候帮他小朋友放在阳台 我自己觉得那是比较危险的 这名诚信保姆说有保姆执照 被不少家长脱童照顾 一个月一万六千多元的照顾费用 包含其他奖金 一天八小时还有订定合约 如今保姆照顾方式疑似违法 社会局也已经介入调查 如今查证属实将处以三千元以上 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详细曝光实际上门 保姆则是必不见面 不少家长也纷纷拒绝缴费 合约能不能不履行 律师则说要有明确违反规定行为 没有妥善的照顾 而有其他违反额效法的情况的话 那父母当然是可以终止契 宝贝孩子被保姆带着捡回收 赚付业要家长怎能接受 如今事情摊上台面还有违法疑虑 相关单位介入协调 风波恐怕才能落幕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